我看那裡 大家好 我是Victor 你們可以叫我Viketo Viketo 我是拉巴爾馬人 不好意思 直播那天我不能陪你們 陪大家陪你們 可是今天我在這兒給你們一個驚喜 我們會參觀一個火山的博物館 對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親愛的Viketo 他有很多的小粉絲 就是屬於鹽粉 而且是鹽粉 但美鳥一定很清楚 屬於鹽粉 所以我們就 雖然在直播的那一天 Viketo他可能不能參加我們的直播 因為他有其他的事情 有其他的安排 所以他還是非常用心的 給我們提前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去年拉巴爾馬島上有火山噴發 所以他就可能會有一些 在後重建的一些工作 之前我們的Givi小姐姐也來直播過 就是因為那場直播 很多人認識了Viketo 然後就有一大批粉絲 這個就是後患了 所以大美鳥還是不廢話 先把鏡頭轉過來 讓大家看一下 大美鳥把鏡頭移到左邊那一邊 因為在我們前方的100米的地方 就是那個新的火山的岩漿 噴湧下來的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這個區域 其實是火山博物館 是原來建好的 但是離的那個新火山的岩漿 它噴發的走向也特別的近 然後但是這裡面上面的這一層 細細的 是那個新火山的火山灰 對 對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場 特意帶著我們的Viketo 然後去了火山博物館 好了我們現在就跟著Viketo 我好喜歡這個發音 不知道是哪國姑娘的發音 是韓國口音 還是我們湖南口音 還是東北口音 Vik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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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己發的不是我們創造的 它說之前有人經常叫它Viketo 好可愛 對 好我們現在就進到這個火山博物館了 好的 來來來來來 哇 這個福利 這是誰給的福利 哈哈哈哈 要給人家說話 哈哈 然後人家更加在歷史上 對 一樣 我現在是你Instagram 和Twitter的Viketo 把他給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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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微信二維碼 打在那個公平下面 想要Viketo 微信二維碼的小夥伴 可以在我們的直播裡面 抠一個6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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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抠6去給Viketo的微信二維碼 哈哈 哎我站在後面呢 就 我們現在是上來了 我們上到 上來這裡可以非常 哦 總是有人會走到不應該去的地方 然後那裡就是那個新噴發的火山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火山噴發之後 它嚴重的影響了當地人居民的生活 就比如說我們昨天啊 昨天帶我們去逛的那一位 就是四間島小姐姐 他們家就在這個附近 雖然他們的那個村子 他們村子大概有六七百人吧 那六七百人呢 雖然沒有直接受到這個火山炎的影響 但是因為它火山在附近噴發 噴發之後 就是有一些有毒的氣體嘛 它氣體可能會影響到周圍的村莊 所以所有的村莊的人都疏散了 大家在想那些疏散的人 他們怎麼安置呢 那就是有的是被安置到了 各種各樣的那個酒店裡面去了 比如說我們昨天 跟我們開車的那個四間島小姐姐 她就是住在酒店 她已經好像從去年火山噴發 一直到現在住了大 就一直住在酒店 住酒店是政府給錢 不用自己花錢住酒店 但是你洗衣服不方便對吧 你要把自己的衣服收接起來 髒衣服放在旁邊的一個 專門洗衣服的乾洗店 或者是那種洗衣間 然後你也不能在自己在家做飯 你必須在自己去花錢 去吃早餐去吃午飯 所以在消費上其實是 會漲了很多 但是也沒有辦法 他說他的情況還算好的 因為他們就是可能 也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他還至少有個酒店可以住 他們村子裡面有一些很多人 有些其他人呢 他們就只能住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就是把辦公室拿出來 做一個隔間 然後放幾個上下鋪 然後有一些朋友們呢 他們就住在那個上下鋪裡面 來 我們轉到這一邊 給大家看一下風景吧 我們現在就直接下到那個火山洞裡邊去 他們就有點感覺自己 像一個小燈泡一樣的 來給大家比個耶 耶耶耶耶 好無聊啊 哈哈哈哈 沒有我在用那個光銀給大家比耶 哈哈 好了我們現在進去啊 就像給大家講的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火山岩盾呢 就是因為火山 它一個比如說很 一股很強烈的熔岩 它從火山噴發出來 它經過地表快速的流動的時候 火山裡面它是會有高溫氣體吧 高溫氣體它會有一些氣泡 它的氣泡 對 然後大家能夠聽到它那個聲音 就是高溫它會形成一個一個的氣泡 它在流動的過程當中呢 表面上就是上面那一層 漂浮在上層的那些 岩漿呢 它因為接觸到的溫度比較低 逐漸的逐漸的它就凝固了 然後底下呢 因為它依然繼續在流動 所以底下就沒有辦法凝固 最後呢就變形成了一個這樣的火山洞 好 好 我們現在就要下到那個 再往裡走 下到那個火山 煙洞裡面 越往下大家覺得溫度是不是越高呢 的確就是如此的 所以博物館呢 它在介紹的 它在設計的時候呢 它可以把下面設計打光 打成了一個火山 所以來這裡 形成了一個火山 這裡的火山 這裡的火山 所以這個火山 這裡的火山 這裡是一個火山 所以要從小陽 到小陽 這個火山 是一個火山 1949 如果火山 1949 1959 1949 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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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59 并且发现了一个 并且发现了一个 你看它在上面会结出一朵的像小花一样东西 然后表面有白色的屋纸 然后再仔细看其实还有水渗出来 哦 还有水出来 对 看 双美啊 Yaya老师灯在第一点 这里 然后你再测一面 你能看到这一面 这个是上线 你看到这一面 嗯 滴下来的那种 其实从表面上看 它其实又除了这些往下的那些点滴 其它的平面还是我们 不像平滑的 Yaya老师 其实我看到它这个容颜滴下来的造型有点难过的 嗯 就是感觉一个生命它要一直向上延伸对吧 但是它在中途就结束了 就是好希望它这个岩浆能够其实能够滴到地上去 比方不是前菜成品 亲爱的们 我们看直播的小好班有没有发现 现在呢 Biktor和洋洋老师这个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呀 好了我们这一次的火山严冻之旅呢 也是Biktor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小礼物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因为受到时长的影响呢 所以我们也不过多的 跟着我们现在这个官岛小哥哥 来学习我们的地质学 比如说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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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会觉得无聊 所以呢就请大家记住 如果大家想要Biktor的微信 请在弹幕上面 请在留言区call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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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6够多的话 Biktor他不给我们微信 大米粱给大家 对呀 对呀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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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这一个火山溶洞的插播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请我们的厂控方方姐呢 就把我们的信号切回到我们那一天过几天要直播的直播信号当中去 来请我们的Viktor跟你的小粉丝们再告个别 再见你们 等大家来La Palma找你吧 对当然来La Palma 欢迎你们来来这儿 我会介绍你们这个非常非常美的海岛 对因为好吃的 好吃 好玩的 好玩的 哪里可以游泳 有什么的关系 当然很重要啊 对对 还有 有我 哈哈哈 对还有Viktor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就我们这一场临时插播的直播 先到这里 麻烦我们的厂控方方姐 把我们的信号切回到我们的直播信号当中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穿越一下 改天见 在这儿的视频 让你们看得到更好的视频